李子佳唱歌被网友劈忙解释 我又没耽误训练 音乐能够陶冶性情 但是落在李子佳身上 却变成了不务正业 发明兴旺 真是做人难 做名人更难 2021年全英赛夺冠之后 大马一哥李子佳的代言合约 如雪片般飞至 当中步伐在广告片中 展现球场外爱好 谈谈唱唱 全英赛后 李子佳在东京奥运会16强遭未免冠军 中国名将陈龙逆转 最近的苏迪曼杯 汤姆斯杯丹麦公开赛及法国公开赛 他在11场比赛中输了5场 当中法国公开赛 首圈不敌新加坡的若健佑 是唯一败给排名低于自己的球手 李子佳未成名前 就已喜欢谈谈唱唱 也曾在社交平台发表自己谈唱 集合前国家女将吴锦集合唱的作品 但是在部分网友眼中 却成为一种罪 李子佳近日接受Gofland访问时 透露自己曾因为此爱好而遭网友酸 出现了发明星梦及不误正业的评论 对此只能喊冤 自己只是在比赛及训练之外的时间界爱好减压 完全没有因此影响到与球训练等 他表示 自由的个性非常暴躁 自我要求高 即使在训练赛也每一场都想胜 状态不好心情会变差 曾因此摔断了很多支球拍 因此听歌 弹吉他及唱歌 成为自己解压的方式之一 但是看到网友不务正业 发明星梦等评论顿时让他傻眼 我又不是在训练时跑走跟教练说 我今天不想练球 我要去唱歌 并强调都是在训练结束后 空闲时才唱歌 根本没有影响训练 尽管背酸 但他表示已学会 无需太在意外界的负面唱法 空闲时仍会唱歌 甚至不排除录音邀约 并透露已获我国电音女神蔡恩宇的合唱录制 比练